You're on your own You're down to the higher sky 在這空間裡面 你希望過怎麼樣子的生活 你希望呈現怎麼樣子的氛圍 然後展現你自我的個性 這才是我們一直以來最關心的地方 屋主是一個滿成功的企業家 因為工作的關係 他常常去周遊列國 他對台灣一直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懷跟情感 所以才挑了這個房子 來當作是他在台灣落腳的地方 他最棒的就是可以看到整個大屯山區 包含整個陽明山 然後左邊可以看到觀音山 還會看到松山機場的飛機的起降 右側的窗戶可以正對的101 那左邊的話他可以看到夕陽落下來 所以是一個非常美的一個天然的景色 那我們希望說在室內的部分 景觀跟室內是不會互相去搶戲的 它是一個協調的狀態 所以我們盡量把色階啊 顏色啊盡量讓它單純 希望說維持這種畫的感覺 先從進門的那個端頸 比較熱帶風情的 意大利進口磁磚的立畫的感覺 去把這個雅熱帶地方的那種熱情給帶回來 全觀被規劃出來的時候 其實最棒的是因為深度跟寬度都還夠 所以它後面剛好可以創造出一個椅帽的空間出來 左側我們用了黃金錦去做映襯 可以把右邊客廳的錦給倒映回來 所以正面有畫 左邊有畫 地上也有畫的感覺 到了天畫板的時候 我們一樣一層一層再把它框住 一層一層往上堆疊 那把高度盡可能推到最高點 做成像畫一樣的隱藏門推開之後 右側就是他們喜歡皮革的陳列方式 他們可以去放他們的遺物 放他們的鞋子 做到一個非常舒適的 而且最妥善的利用 它這個動線上比較特殊的地方就是說 每一個房間的出入口在動線上 那你一個空間裡面大概有四五道門 那要怎麼樣巧妙地利用隱藏門的形式去把它收住 我們在設計上就要在這一方面去下一點功夫 去思考說視覺上既不會被干擾 然後動線上又不會產生影響 把客廳跟餐廳去做了一個對調 客廳拉到空間的跟中心的位置 它跟其他的空間的連結性就更高 他們不見得會常常開火 那反而是招待朋友的時間會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希望它有一個相對大氣的中島把它拉出來 客餐廳對調之後 它前面就是有一個餐廳 跟廚房跟中島是有一個一氣呵成的一個空間的動線 在那邊聚餐聊聊天喝喝茶都會相對方便很多 廚房用了深色的地板然後深色的檯面 然後配上我們烤漆藍色的櫃身 一層一層的這樣子去透過鏡面反射的效果 然後透過顏色然後透過整個跟空間顏色的對比 去加強這樣子的氛圍 一個廚房很特別的是說它有兩次L型的轉折 再轉出來到一個中島的位置 所以你不管從任何角度去看的時候 它就會有層層堆疊的狀態 那在中島的最側邊的時候 我們用了優白的烤漆玻璃 大面積的白色然後去襯托前面的層架 去裝它的層列牆的時候 我覺得那樣子的效果 然後加上燈光的感覺也非常的美 這整間房子我們希望維持一個 帶一點點藍色的調性在裡面 所以電視牆的部分我們也選了藍色系的大板磚 可以去襯托整個空間的質感 然後讓整個空間的色化感可以再加強出來 天花板的話也是蠻特別的 我們做了兩個層次的設計 那外圈的話我們用直角的形式去做呈現 那內圈的話我們用圓弧的方式圍繞 利用這兩個層次之間的落差 我們走了一圈間接著迷的燈光 整個空間的明亮度也會相對的足夠 我們都會帶著屋主到現場 去感受現場的空間的尺度、氛圍 坐下來的時候 會看到什麼樣子的景色 感受到什麼樣子的位置跟角度 到主臥了之後 我們希望它的空間的感覺 可以再更溫暖一點 然後可以再更柔和一點 那畢竟它是一個需要休息跟放鬆的空間 所以我們地上用了海桶型的木地板 然後牆面的話用壁布 主臥的外面剛好有一個露台 在床上休息的時候 也可以同時欣賞外面的景色 在更衣室的部分 我們也很特別用了金色金屬框的門片 包含它的廁所的門片 也是以同樣的材質跟手法下去做處理 主臥其實也是一個蠻舒服的空間 它希望整個空間走起來是淺色系的 地上的話做了一個框起來的感覺 然後搭配它的雙臉盆的檯面、洗手台 然後旁邊有一個浴缸跟一個浴缸 我們用浴缸的檯面的延伸 讓它在洗澡的地方 還有一個可以做的空間 在shower的部分 我們還增加了一個皮卡 可以放很多的瓶瓶罐罐 在淋浴區的地板上 我們也讓它像是豆腐塊一樣浮起來 像有個倒的感覺 所以它的排水性也會非常的舒服 那它整間浴室最棒的是 它還有一扇很漂亮的窗戶 正對著101 那我們就用木板葉的窗簾 去讓這個光線透進來 然後它同時也可以感受到光線 可以同時享受到外面的景色 另外兩間臥房的話 那雅房是否客人去做使用 整個的感覺會再更中性一點 所以我們利用灰色調的顏色去做處理 那套房的部分的話 是給家人去做使用的 裡面的廁所我們也下了一點功夫 我們特別挑了他們家人會喜歡的 那種小拼花的瓷瓶 然後地板也去做了像地毯式的效果 在客人的廁所的話 因為它是唯一沒有對外採光的 那所以我們希望說 可以營造出那種自然的那種氛圍 在面對臉盆那一側 然後有一些造型的條紋 營造比較現代的感覺出來 我們在軟裝布置上已經做了很多暗廠 為什麼堅持由我們自己來 是因為我們希望更貼近設計的想法 跟設計的味道 為了每次布置特別去挑 適合暗廠的軟裝 適合暗廠的配件 甚至畫有時候也會自己下去做處理 或者是下去畫 那畫的話是每一個暗廠 我們當天早上特別去畫室買 堅持是用鮮花 那因為鮮花呈現的那個生命力的效果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但我們希望都可以在畫面面面 可以展現出很貼近生活上的感覺 這個案子裡面我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其實就真的是我們框起來的每一幅畫的感覺 但又不是真的掛了一幅畫上去住說個什麼 它是一個很自然的 就像我們在呼吸空氣這樣子的存在 這個家的屋主他常常需要旅行 旅行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進來的時候有一個充足的玄關的空間 我有一個充足的衣帽間可以去放我的衣服 放我的洗衣 怎麼樣去思考每一個人需求上的不同 讓這個空間可以迎合使用的人 我相信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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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事務 誰能拒絕呢 藉由對美的喜好學習過程中對空間的一個熱情 設計其實可以改變我們的一個生活方式 我也相信设计是可以改善生活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更舒适 我们也希望可以提供更纯粹的美 以及感受 这个使命让我持续地走在设计的这条路上 也可以协助屋主完成每一个梦想 对我而言设计的本质并不是无中生有 它是藉由空间或是概念的强化 补足设计者或是使用者的一个需求 这个使用者指的有时候并不是一个个人 而是一个空间 一个家庭 甚或是一个特定使用需求的一个空间场所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深入的一个沟通跟了解 才能达到最完美的一个设计方案 在我这二十几年的经验里面 在我这二十几年的经验里面 我觉得一个好的案子 不如说是一个完成的案子 在专案管理上面的话 我大概会分三大特质 这三大性质里面就是 时间 金钱 还有人的因素 不管是工作效率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完成 不管是我们在设计的时间 还有我们未来的工期施工的时间 不管是做住家或是做商工里面 哪一个时间第几季第几季要完成 第几季要推 这是我们的时间的因素 在金钱上的因素就是所谓我们的预算上的因素 在客户里面要求我五百万里面完成这个预算里面 可是我做的设计就是八百万的预算 那就完全是不符合预算 所以我们在这部分的话 不管在对设计或是对工程里面 其实预算或金钱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在符合的预算发挥最大的创意 去完成这个专案 人的因素里面我会认为就是人和 你今天在完成一个案子里面 预算 工程 然后这些都符合的时候 可是在人的部分出了一些状况 不管是设计师 工程管理的疏失 或是工班上面的疏失 其实就造成预算的over 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案子 是已经有完成的案子 这个完成的案子 已经是符合所有好的案子的条件 这三大风格 不管是现代简约 清副人文 或是古典奢华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跟客户接触的时候 所定一个三大方向 跟客户沟通的时候 去探出它的喜好 现代简约 古典青色 这两种风格没有绝对的定义 每个人对现代及古典的理解都有所不同 通常在0到100之间找一个适合的范围 在设计上现代简约可能包括直角和不对称的造型 金属 冷色调的应用 古典青色的话 可能包括对称的设计元素 线板 层次的运用 以及镜面 玻璃等处理 青色人文的话 这个风格通常与木皮的关联 被定义为人文风格 在台湾的设计中 木皮是不可缺的元素 而现代人文之间的界线 可能比较模糊 但在轻浮人文的风格中 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于自然的材料应用 以及更温暖的色调和细节设计上的呈现 每一个设计案都有不同的一个使用者 每个使用者都有自己的习惯跟喜好 所以沟通在设计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它能够引导我们的客户 去表达出他们的喜好 跟他们的一个需求 让我们经由专业的一个角度 专业的一个设计过程 去达到客户的一个需求 跟使用的一个便利性 在空间设计的一个工具上 现在有2D、3D 甚至于一些虚拟实境的一些沟通表现 我们公司会希望说 科技的领领之外 我们可以多提供客户一些 更接触得到、更摸得到的一个 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所以在这个沟通的一个场域里面 我们希望能提供客户的是一个 看得到、摸得到 甚至于说听得到、闻得到的一个无感体验 在这个沉浸式的一个沟通环境里面 我们提供客户 我们比较常用得到的一些材质、工法 甚至于说一些 大型的一个材料板的一个展示 我们可以看得到 未来在我们家里面 会接触到的每一个材料 每一个空间 甚至于说是一个把手、吊椅杆 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 一步一步的呈现给客户 更接近他们未来的一个使用的需求 在我们的主要空间里面 我们把它分成两大部分 一个是我们比较静态的沟通会谈区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希望表现的是一个比较静硬的空间 发挥出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材质 以及设计的一个手法 那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是以一个比较活泼 开放式的一个方式 让客户可以接触得到 我们真正在我们未来设计案里面 会使用到的所有材料的触感 以及它的比例、尺寸、颜色 我们相信借由团队的一个合作 可以听到更多不同的一个声音 那希望可以更满足到客户的每一个需求 我们也保持与客户开放式的一个沟通 希望借由更明确的一个沟通 可以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 也确保我们施工品质 以及设计执行的一致性 对于公司未来的展望 我希望我们可以维持创新 以及创意的一个能量 透过不断的学习与成长 提供客户最专业的一个设计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斷地思考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洪流里 我能抓住什么东西 这些收藏品它就代表着 屋主的一个喜好跟回忆 充满了满满的故事 像我国中高中时期 正值的NBA 供牛的黄金时刻 那所以我不吃饭打工 也会去收集一些球卡跟球鞋 后来在大学的时候 看了一部电影叫《浩劫余生》 一个经典的科幻电影 那你就看到我多了这些原人的收藏 拥有一个暴龙的化石鸭齿 那更因一个不属于地球的陨石 那已经满足了儿时的一个梦想 所以在新架规划之中 我希望将这些收藏品 这些心仪的家具 那跟这些空间的改造跟设计也好 让它三者 可以彼此互相的陪衬 很高兴在今日的实现 屋主是我的高中同学 有蛮长一段时间没有实际碰面联系的 那后来是他买了这个房子之后 他开始在找寻设计师 突然有看到我们的影片 然后后来他就特别跑来我的办公室 然后来跟我说 他现在有买了一个新的房子 然后他对这个房子有很多的想象 很多他的一些想法 那我觉得我做设计的时候的一个理念是 请听 所以我会先了解屋主他自己心中的梦想家的一个样子 以及他有一些收藏 他有一些家具 然后还有一些灯饰 他很用心哦 他做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表格给我们 然后还附上照片尺寸 一开始他提供了很多他的资讯给我们之后呢 比较能够去梳理事情啊 或者空间啊 能够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个铺层跟安排 刚初我们来看这个基地的时候啊 他的坪数是30坪左右 屋主当初想要的是有餐厅的空间 然后客厅跟书房的空间是有串联的 想了很多的配置 那最后配出了目前呈现出来看到这个样子 那第一次屋主看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惊艳 可能他之前有找了其他的设计师 那没有配出这样的格局 所以他后来觉得 不是只找认识的同学就好了 而是真的是配出他们心中想要家的一个样子 我认识同学已经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啦 我也有先找过其他设计师 那我又把我的需求告诉他 比如说我这些家具 那我有多少收藏品 那要如何规划这些空间 那有些设计师他会觉得说 我们就把它隔起来 现在是目前的流行趋势 但是其实这样的空间 这样子的收藏品 把它隔起来就可惜了 跟同学的聊天 他也赞成把这个空间把它打通通透 因为这些展示品它是家中一部分 那我们就一拍即合 在客厅面的采光 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棒 那我们想要保留这个基地最大的一个优势 大面窗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美式的百叶窗 然后可以拉动的一种很拉门式的方式 透过这个百叶的角度 可以保有屋主他们的影师 那同时可以让过滤之后进来的光 能够更加的纯粹 收藏啊 每种颜色都有 那我们在色彩的定调上 我们怎么去当成是一个背景色 所以我们最后定调是性色 那性色给人的感觉它是比较柔和的 那也带一点的暖 那电视墙的部分呢 我们是用了一个灰色 清水膜的灰色 做了一个极简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大家也会想要电器设备要收纳 我们借由一些方式把它整理在后面的机柜 那因为它的收藏品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把它的整个书桌的后方的墙 那也是开门进来可能会看到的端井墙的部分呢 我们用了一个开放式的层架的方式来做展现 那我们借由这个三条很简单俐落的一个金属的层架 那再加上印尼的实木的幽木来做一个层板的一个区隔 然后我们用了金属的烤漆 那色系呢我们搭配了它餐料灯的这个红铜色 再借由这个层板的开孔啊 我们藏入了条灯 光的晕开之后呢 每一个艺术品它被打到的光的角度是不同的 它的整个效果其实屋主是蛮满意的 在餐厅部分我们也配置了收纳的空间 那也就是我们帮它做了一个配扇台 下方呢它又砍入了一个红酒冰箱 上方呢我们有一个吊柜 加了一个金属框的玻璃门片 那一方面让它的这个收藏啊 比较不会受到湿度啊 氧化啊或粉尘的沾染的问题 那同时我们条状的灯带 让它的收藏品能够被更好的展现出来 收藏品它代表一个屋主它强烈的独特感 我虚方拥有一个美学作品 它是可以分享给家人的 进而培养它对美学的观察力 或者是创造力也好 所以我选择了这盏灯 我已经心仪它大概有十年了 它是1958年 有个丹麦的设计师 他是兼数学家 他设计的这盏叫Artitruck 就是松果灯 那它有一层六片有十二层 光源藏在正中心 它会从叶片中缓缓地洒出来 所以它会创造出一个非常宁静的一个氛围空间 每每在这边用餐聊天 就像来到一个展览室一样 非常感谢设计师的这样的规划 这个空间的廊道也是既有的一个走道 它不是算宽敞的 也有点深 那后来我们是给它一个建议就是说 借由二儿子的房间的墙壁 我们帮它做了一个半内坎的一个方式 然后再挂上它有一盏壁灯 所以当我们在行走在这个朗道上的时候啊 你就会觉得会增添了这个空间的一个亮点 那同时你也不会觉得这个朗道变窄 在两个小孩房的空间规划的时候 屋主当初也提供了他们已经选好的书桌 然后包含床主 那整个小孩房的空间设计上就是满足了衣柜的收纳 他们最在乎的就是小朋友 他们也要有一个小小的展示柜的空间的设计 基本上要差不多的屏数的大小 收纳的机能也要尽量相同 让他们都有一个各自独立的游戏的一个天地这样子 当初我们在配置这个主卧室的格局图的时候啊 如果原格局不动的话 怎么样配啊都配不出一个更衣室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比较挑战性的把原有的格局打掉 会往大儿子的房间的部分去占的空间 但是我们呢很巧妙的切了一个N字形 保有大儿子他窗户的空气流通的这个特性 又创造出了一个更衣室的空间 再来就是当初主卧啊 还有两面很大的采光 因为床头的暗定度会影响到屋主的睡眠品质 我们的建议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那我们借由比较美式的这种百叶窗的方式 它也可以移动 所以保有了天气很好的时候 他们要大面采光可以洒入主卧的空间的时候呢 或者说空气可以做一个对流 这个床架它是四柱体的床架 那它是一个美国百年的一个家具制造商制造出来的 那它的特色就是在于它有镂空的造型 那还有复古就是典雅的一个氛围 配合它的床头柜它是那个黄筒绞身的 然后还有一个化妆台 它们的特色就在于说我在十年前买进来的时候啊 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是用了一百年 有温润的一种复古感 那你都日日好眠 空间的比例啊平衡或者是说和谐 这是我们认为一个设计者很在乎的 那因为当和谐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啊 人进来这样的空间的时候 你会特别感觉到舒适 你会觉得很奇怪的怎么来你家 好像东西很多 但不会觉得杂乱 这就是我觉得在一个空间当中 如何去达到一个平衡跟主从关系之间的一个比例 我们的实际团队的伙伴 把所有的不管是画作啊灯饰啊家具 这些资讯透过3D的模拟 让屋主更清楚知道 他家做完后的面貌 整个做完之后呢 屋主就会说 几乎跟你们3D画的一模一样 那我相信这种屋主给我们的回馈 我觉得将成为我们设计团队 最大的一个鼓舞跟动力 日系的空间我认为它回到家 让我们的感觉是很舒适 然后很放松 然后可以很自在的 这个家庭的主成是一对30多岁的年轻夫妻 两位小朋友 以及有五只猫咪 屋主他本身长年都是在北海道工作 他很喜欢日本的一切 所以这一次我们希望把他喜欢的日式风格 带到新家来 以整体的空间来讲的话 我们希望让工领域放大 所以在平面规划来讲 采取开放式的空间 色彩来讲主色调都是木皮 那以木皮来讲的话 我们在一开始挑选材质的时候 每一个木皮都是天然的 采用的都是属于同一块木皮 然后是有做颜色的染色深浅 形式上日式的风格 线条比例的美感 所以我们有运用了格栅的元素 还有屋主他很喜欢顺顺怀皱感 我们也运用了海棠花的玻璃 那原始的门片都是比较深色的 但我们希望整体的空间调性一致性更高 所以我们直接去做喷漆 让整体可以更利落一些 在玄关一进来的地方 我们创造了一个落成区 我们就希望让他跟室内有做一点分野 还有机能性 所以我们利用LVT的防水时纹 去做空间的区隔 屋主一开始他就希望说 在家里可能边用餐或者在客厅的时候 可以和家人一起看电视 我们透过电视的一个转轴 创造出空间感 电视本身它就是一个矮的隔肩墙 而不需要实际的墙面 这样子的高度来说 小朋友大人都是可以照看得到的 沙发背墙 最后我们最终的是大理石的冻石 那其实起初我们定案是特殊涂料 去做出仿冻石 在屋主他陪着哥哥去挑选食材的过程当中 看中了一个命定的意大利冻石 所以我们后来才更换成现场的冻石 书房的区域来讲 它跟客厅衔接在一起 那我们希望让它隔而不断 利用了地板区的架高 以及天花板造型的区隔 让我们的电视主墙在前面 然后我们的背景是我们的书墙 看起来是有层次的 主要它收纳的方式有很多原因 是因为屋主他喜欢种植栽 需要运用到植物灯 所以我们柜内的设计 要让它可以长灯 还有屋主本身是有收藏积木 乐高 所以我们利用尺度大小不太一样 然后还有一些穿插海棠花 让整体的空间感会比较有视觉上的变化 参储空间 屋主原先希望有一个中档 以及一个座柜的卧榻 基于空间的一个考量 我们希望落化现场有一个很服务的梁柱 以及规划出储藏室的空间 所以我们将储藏室以及背餐台 衔接在一起 再利用了一个横移门 隔绝了油烟以及空调液散 餐桌的部分透过了现场的空间 做了一个半腰高度增厚的矮墙 增厚来讲的话 我们就有空间的余裕 做一些插座以及线路的增设 可能冬天吃火锅 或者平时我们可能使用电脑来讲的话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台面 主卧室来讲的话 因为屋主它有过敏的体质 所以我们在空调的部分 包含吊影室的冷气 以及除湿机的设备都隐藏在天花板里 考量到后续维护上 所以我们把设备的部分都放在通道 方便未来维修整理 机能面主要两个区块 在靠窗台的部分设计了木质百叶窗 那木质百叶窗它让光线可以调节 以及有大面的书桌 兼具梳妆台的功能 另外我们在靠近床尾的部分 我们设计了衣柜 衣柜的部分拉开门扇 跟床尾的尺度也是很刚好 很好运用的 那在转向的部分 我们设计了一段隔屏 刚好可以把屋主的电子衣柜 尝在其中 方便屋主再来使用 更便利 装修的这段过程当中 屋主一周大概会来两到三天 在和屋主一起共同打造家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经得起考验 一个人一辈子能够拥有几间房子 我们何德何能有这个荣幸 可以帮助屋主共同创造他理想中家的模样 这也是为什么对于这些细节 我们会坚持不厌其烦的确认 然后完成屋主心中美好的样子 饭店宅作为舒适住宅的指标 不仅是强调完美的都会风格 更要贴近实际生活的机能面 想要一打开门就入住顶级饭店 带您掌握三大步骤 就能体会半殿级的奢华 将视觉感官体验升级七星级 哇 一进来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刚开始你看到的就是什么 它其实这个暗场的采光 其实它非常的好 其实这也是我想要去塑造 给屋主或是他的宾客 从玄关走进来 看到客厅的这个宽阔度的感觉 视觉的穿透出包括采光 它其实是很好的 它来的时候它是会惊艳 这对夫妻其实对我们 是有非常大的信任 因为他们都在内地工作 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多设计的沟通 其实都透过视讯 包括选材也是 所以其实它给我们的重点 其实很少 那比如说 比较明亮 宽敞饭店式的感觉 它就给我这几个而已 奢华的感觉也好 还是说是饭店式的舒适感也好 你这里面放了一些 什么样的小巧思 饭店的式装修 应该就是把我们的收纳 包括门片的隐藏 整体就是很干净俐落 那包含比如说电视墙 我们就是很单纯的 只有看到我们的大面积的电视 包括它的音响设备 把一些电器设备给隐藏起来 那我们加入一些豪宅的元素 比如说像水电式的壁炉 尤其是在冬天 要是在这里享受一下 这个在家的温暖的时候 那种壁炉打开的那种气氛是非常好的 但我发现一件事 你的沙发其实后面的背部的部分 并没有靠到任何东西 这是刻意这样子摆放的吗 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刻意去营造的 就像很像你去饭店的Lobby一样 它其实很多沙发区 它是靠地毯 去做一个区域性的区画 它并没有靠墙 所以它的环绕式的动线 我们都把它留出来 这是想要营造这个空间 其实很宽敞的效果 而且像这边的这一面大的窗户 更可以完全地不被任何东西干扰到的 这种视觉感 我个人其实是很喜欢 座位可以看到彼此的 所以你这样子有一个聊心的 然后这边还有两张单独 这样子聊天起来的时候 有温度的感觉 除了开空的空间感 随着科技生活的发展 更是让屋主们选择走向智慧生活 发展无限可能的收视体验 实践已建开启智慧屋的趋势 就是在还没有自己家之前呢 我跟先生很喜欢利用假日 去体验不同的饭店 那当然就很期待 未来的家能够犹如饭店般的精致优雅 因为晴控就是先生他的领域 他真的非常地喜欢这种科技感 以及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 可以一个发声 然后就关掉了所有电灯 以及关闭所有的窗帘 其实当初的我 就是没有觉得说 这个是非常地必要 但是当这个晴控 加入了整个生活当中之后 就觉得他就是不可或缺 现在蛮多屋主会想要做 简易的情境控制 我们一开始在做设计的部分 因为会牵涉到网路跟店的走法 在初期规划就跟屋主 做了很详细的访谈 就如同定制的智能开关一样 饭店设计取决于居住者的生活爱好 结合使用兼具细致的机能 才会是山脊卧房的重要关键 以饭店来讲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房型 来归纳这一次的一个 房间的一个设计一个重点 因为其实在一个饭店里面 除了大厅以外 才需要一个很大气的感觉 二楼其实就是一个 新政套房的一个感觉 首先它会先穿过一个更衣室 其实这个更衣室是可以容纳大量的 衣物的空间 然后睡眠器的部分 这空间也非常宽敞 它同时都有具有 一个中导书桌的概念 它可以当作男主人的 比如说阅读办公 那女主人的化妆 同时它每个房间都会有设置这个旋转电视 这个电视如果不看的时候可以把它做这个一个 周起来的一个动作 让整个空间的穿透性更好 这个露天阳台我们用了这个大量的这个硕木 让它营造一个比较休闲的感觉 同时它设置有这个泡脚尺 放松一下我们就可以到这个泡脚尺去泡一下 这些使用的一些重点我们都兼顾了 同时我们希望每一个房型都做出来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格调 一个感觉 其实每一个案子对我来说 我们都是一直在思考 怎么跟当下的这个物主有最贴近它生活的一面 有时候我觉得在聊需求的过程中 我们真的很像窥探者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只能在这一个建筑框架里面 尽量满足它要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前期跟屋主的沟通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可以透过这个过程 去了解到每一个屋主的喜好 就包括它的收纳习惯 喜好的颜色 包括氛围 所以我们就可以借此去打造一个 量身定制的饭店站 让屋主在这个空间 可以感受到家的温度 还有饭店的气度 95品混大风住宅将全家人的梦想集结 并将其转化为设计元素 打造独一无二的品味 再以多种媒材组建 惬意具层次感的居家空间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将告诉大家三大重点 我们会先介绍宽敞大气客厅 与质感舒适餐厅 最后是个性多变卧室 旋转选用独立设计 确保屋内隐私 旋服鞋柜创造 能满足四口之家的收纳空间 客厅选用浅色创造疗愈空间 食材电视墙高级大气 创造客厅的视觉焦点 商法后方设有收纳平台与层架 镀台与燃丝木质建构质感端景 餐厅为一家人团聚的空间 选用造型长桌塑造宽敞舒适的用餐场域 将家电规制入墙面 再以厂桌为中心规划为自行动线 使餐厅姐姐又充满机能 主卧室以浅色搭配木纹 营造舒选长域 床头墙设计增添层次 加入更衣间设计 确保卧室内部收纳机能 深蓝色皮革电视墙 与木质电视柜 营造品位空间 成为主卧内的焦点 色卧延续主卧的浅灰色 以淡雅的色彩 减少输压空间的刺激性 床头墙的木质造型 在简约的设计中增添变化 最后再以设计家具点缀空间 塑造湖泊植杆场域 梦想中的居家空间 在设计师的桥手下诞生 安静地陪伴屋主一家 续写着幸福每一天 百平单层住宅 有窗景绿衣衬托宽敞客厅 L型大沙发与餐厅相连 将城市的分绕隔绝在外 静静享受在家的每一刻 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三个重点 打造疗愈人心的差级宅邸 我们会先介绍如何在百平基地 规划宽敞厅区与起居室 接着介绍原型切割 与木格扎堆叠出的人文禅邦 最后解析设计师在卧室空间的设计巧思 作用大面窗景的百平基地 设计师从某配屋开始规划 以寻大面落地窗 规划开放式客厅与餐厅 L型大沙发不仅能布与一家四口 舒适的躺卧空间 也能招待亲友宾客 大餐桌能容纳食人座 也可以随性地当办公桌使用 为了营造沉稳疗愈的居家氛围 设计师将人文禅邦的元素注入设计 学观大理石屏风圆形切割 创造通透的视觉 客厅两侧的收纳桥 以深色木格栅设计 消灭了大理石和镀态金属的冷烈感 营造出宁静的人文禅邦 以自然的原色木调和灰色调为主 运用大理石铺贴立面 重点勾勒镀态金属与铁键 灰镜则创造空间板设 浅色海岛型木地板大面积铺成 创造轻柔感 钢刷木皮鲜明的纹理凸显质不个性 将卧室色调统一 主卧深色圆木和皮革搭配两侧浅灰大理石板材 自卧带暖腻的皮革和圆木组成床头板 为素柔美调性 以差级缠缺设计治愈因疫情而改变的生活形态 王玉成总监充分利用评述优势 保留宽敞的公司领域 并细分区域机能 找回生活的悠灾民境 媒体业夫妻的家应用八道拉门取代全市隔间 开启公司领域有六种模式 满足波齐丰富的居家生活 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三个重点 我们会先解析设计师如何用拉门与柜体重划住宅格局 接着介绍拉门如何丰富空间另外三种变化性 最后描绘拉门的三种私人模式应用 从毛培开始就做好课便 以柜子和八道拉门取代室内所有隔间 从公领域的客厅餐储到卫浴 到私领域书房 主域和客房都可以透过拉门重新界定场域配比 让24屏空间更灵活 八道拉门XY向度能创造三种公领域模式 拉门全开空间宽敞动线自由 访客模式把主卧宇更衣间藏起来 保留开放客餐区 将厨房拉门关上 让客厅变成包厢聚院 左侧四领域关闭书房与厨房拉门 让家变成工作空间 关闭公领域拉门 保留更衣间与浴室开放 营造安稳睡眠环境 新床能提供客人留宿 用拉门区隔主卧机能创造隐私 郑明辉总监用八道拉门让24屏住宅 能提供更多元的生活方式 轻松应付自住与待客需求 让夫妻未来的每天都过得自在又精彩 52屏现代宅 以灰阶大地色迫序自然质朴的场域氛围 同时运用大量温许木制调 保留居宅环境所需的暖度 形塑自在惬意的人文现代崩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想提醒留意三大重点 我们会先介绍 如何打造家庭式的观影剧院 再来分享静享日光的消气角落 最后告诉你美形柜体 结合充足收纳的小技巧 考量现金观影形态的改变 特定电视墙的木质柜 以悬空造型消灭亮体感 其次以投影布幕取代既定电视墙 临窗处设置风情连与折光连 随手拉上即可化身 沉浸无感体验的家庭剧院 为了让屋主一家在匆忙的生活步调内 有一处小气放松的空间 设计师架高地平 小气卧榻 模糊室内外界限 营造慢步调的收获感 让长阳渔市光下 不再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 物质有的大量无处安放的珍藏展示品 产品立面设置规则错落的开放展示层架 让木质与线性与会成为最佳配角 收藏品也要成为空间亮点及居宅特色 郑玉如设计师 与空间内选用低彩度软装家式 让空间焦点回归植物主一家 同时在各个场域皆加入充裕的空间机能 满足一家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想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并且易懂的设计新知呈现空间驻展美学 我们以国际观的视野 深入欧洲设计之都掌握设计趋势与脉动 与多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建筑师 设计师与艺术家深度对谈 引领观众汲取多元化与跨领域的美学送养 并放野亚洲、欧洲、美洲与大洋洲的国际潮流 将世界设计潮流推广给台湾观众 让您在家就能与国际空间美学无缝接轨 每周请锁定收看《教室艾驻》设计家